中国的航空事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但有一个短板卡着我们 那就是先进的航空发动机 也正是因为发动机的问题 我国G20战机始终不能进入全面量产阶段 不过在今日 据搞媒的消息称 我国沃山15发动机即将进入量产 G20的全速生产或许也将随之而行 据搞媒9月5号的报道称 有军方消息人士透露 一款能使G20战机成为世界一流战机的新型发动机 在今年年底前可能实现大规模量产 装备了这种新式发动机的G20 在巡航方面也将达到美国F35的水平 港媒表示 G20或许在2025年左右将达到200架 并且还表示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或许就能在珠海航展上 看到了装备沃山15的G20 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陈飞就表示在2019年将开启G20的第四条卖动生产线 如果他们全力开动的话 年产量达到40架应该问题不大 因此其在2025年达到200架 以目前的产能来说 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参考到美国在2025年 将在亚太地区部署200至300架F35 我们的200架这个数字确实太随意 说到F35 它在近期却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中国正在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时 美国却向日本学了一招 就是不知道学的有没有彻底 此前美国温泽局就曾发布过一份 有关F35的质量报告 它指出 F35拥有996处缺陷无法解决 而近日又一份报告称 五角大楼正在玩文字游戏 使F35看起来已经走上了正轨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美国POGO的国防分析师指出 在此前指出的F35存在的缺陷中 五角大楼将其中的19项 从第一类的严重缺陷 降为第二类的叫不严重 并且还有10项连修正计划都没有 这里面就包括一项 无法从GDAM57中 读取目标坐标的问题 也就是说 虽然F35飞行员能向导弹输入目标 但导弹却无法回馈坐标给飞行员 这也意味着 最终导弹可能击中友军或是平民 可见这个问题有可能导致 F35的销量遭遇巨大影响 而美国竟然学起了 日本制造业的篡改大招 真不愧是好兄弟 就是不知道现在事发之后 美国有没有连日本的道歉绝招 都寻回来 好好利用一番呢